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变换 这个变换其实我们也很熟悉 就是把XY这点印成X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看到这样子一个函数 看到这样一个变换 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 就是它是几回到几回的印射 另外就是说这个印射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身为一个高等智慧的人类 我们就要去问一个试试出来 它的意义是什么比较重要 而不是如何算出它的数值 那是一个机器在做的事情 接着我们当然就会再问 它是一个怎么样 它是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追问的事情 因为线性变换它的计算就很方便 所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作用 它是一个把二维 它是一个把二维的点印成一维 二维印到一维 它这个就是怎样 就在算SY这个点到圆点的距离 就是等于算距离 或者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在算一个 SY这个向量的向量长度 所以我们以前国中就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想要算三四这个点到圆点的距离 很不幸的一开始有一些国中生就会猜 会是三加四等于七吗 结果不是嘛 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比什么 长度一定会比三加四还要小 因为有什么所谓的三角不等四 这个会小于七 但是后来就是那个B4 B4就说怎么样呢 B4就是那个认为万物皆是数 世界都是有理数的B4 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四比七小 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公式可以把它算出来 就是说这三边它有一个神秘的关系 C平会等于A平加B平 所以我们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三四五这个是一个一组B4术 那B4他主张这个的时候呢 最有名的就是说 他的学生西帕索斯发现了根号二不是有理数 推翻了B4他那个长久以来认为的概念 我B4就是把他的学生后来就淹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故事 所以在古时候呢 对 教师的权威可能是非常的大的 但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 那这个东西 因为他就没有分合的特性 对你看哦 三零跟零四他就不会等于 三四这加起来 所以他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所以就是他在计算上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这个东西就是成为国中那时候的一个梦魇 要算距离 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想一个类似的问题 这个距离函数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但是如果这个距离函数呢 对就是直接把三加四当成距离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嘛 这就是曼哈顿距离 那曼哈顿距离它是一个线性变换吗 对可以稍微仔细的想看看 那如果不是有办法把它改成是吗 加上哪些限制它有机会是线性变换吗